陳老師 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中游煉智研究所 王毅萍副所長 今天我們想要分享的議題就是 《靜靈轉型2050》 今天這個簡報內容大概分為這四個部分 首先當然會先跟大家稍微談一下 我想今天主要的議題就是一個靜靈的議題 那當然剛剛在前面很多的前輩大概也有提到 就是靜靈基本上會有很多產生的一個問題 大家一直努力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我會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中游公司在靜靈的一個行動裡面 大概會做了哪一些工作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規劃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因為今天的主題裡面除了技術之外 事實上還有一個人才的一個培訓 所以我們也會用小小的篇幅 來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公司大概在研究方面的一個 整個人員的一個配置 還有就跟學校這裡有做一些 產學合作的一個狀況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首先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當然在今天的主要的一個議題裡面 就是會提到所謂靜靈這樣的一個挑戰 那除了就是整個氣候會有一些變化之外 當然就是說現在就是全球其實都往這個方向在進行 那另外就是說除了怎麼樣來減碳之外 剛剛其實陳董事長也有提到 不管是魚網或是塑膠 其實都是也是另外一個廢棄物的一個很重要要解決的一個項目裡面 像根據IHS的一個資料裡面 其實塑膠大概在2021年會有 就是2050年會有7億噸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透過一個累積的話大概會達到170億噸 所以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一個塑膠的一個廢料 我覺得也是各個公司現在很努力在研究的一個探討一個主題 那另外當然也包括就是後續怎麼樣去用一些新的能源 然後去產製就是說提供新的能源 可以讓整個的一個排碳的一個係數更加的減少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整個全球都是會往這個方向來走 那當然在這個地方來講我想大家也非常清楚 我想這裡不管是從聯合國這裡或是歐盟或是台灣 其實當然也有很多的一個分享跟一個說明 那當然就是說現在全球其實都一直就是往 就是怎麼樣在2050年可以達到進民排放這樣的一個議題 這樣的一個目標來做努力 那當然不同的產業 比如剛剛講到的石化業 或是我們講煉油石化這一類 或是鋼鐵或是剛談到了中所長所提到的就是電業的話 其實每一個產業會有稍許不一樣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的話就是說整個目標事實上會是一致的 那以現在以台灣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經濟部這裡在三月也推出了2050的一個近零的一個路徑 那在這裡當然會有一個就是經濟部這裡也會有一個十二項的一個關鍵策略 關鍵的一個 一個關鍵戰略的一些事項這樣 那在這裡當然就是說怎麼樣去讓台灣可以往低碳 甚至到零碳這樣的一個境界然後來邁進這樣 現在也就是 好 那當然就是說在看中油的一個狀況之前 我們也來看一下就是國際的油氣公司 他們在面臨淨零轉型這樣的一個措施裡面 大概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方向 先讓大家有一個整體性的 那當然就是說因為中油也會根據或是說學習參考 這樣國外的一個油公司他們的一個做法 然後來訂定我們自己的一個策略 那在這裡的話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四個項目 也就是說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怎麼樣讓油氣的價值鏈可以更優化 也就是說原來也許產出來的油品 它可以做就是單純的做一些燃燒 可是後續是不是可以做成一個更高價值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就是說有一些 譬如說根據2021年世界經濟組織 它有提到就是說譬如說單純的水泥 可能它每一公噸 就是說會產生二氧化碳可以產生的一個產值 譬如說是10個歐元 可是它如果可以變成一些建築物 或是其他的一個產品的話 可能可以提升到460 所以怎麼樣去透過這樣的一個材料的一個高質化 然後間接來講就是說對產值單位產值 所排出來的這個碳的一個量 其實就會減少很多 所以怎麼樣去優化整個的一個價值鏈 我覺得也會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說有關於負碳排技術的一個建立 那像陳老師在這一塊事實上也投入非常多 現在要進軍國際 那也就是說怎麼樣把二氧化碳把它捕捉下來 然後去做再利用 或是再做工存 這些都是一些負碳排的一個技術建立 那另外的話 當然用一些生殖燃料的一個導入 也會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一個負碳的一個技術的一個應用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國外的一個油公司 大概也會跨足到新的能源 就是新的能源車的一個產業裡面 因為過去大概我們像以我們中油 蠻重要的一個產品 就是汽柴油 那這個是主要是給汽車 或是柴油車來使用 那後續必須要可能轉成電動車 或是氫能車 這個中間的一個轉換 事實上是需要很多的努力 然後去達成這樣轉型的一個腳步 那第四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怎麼樣去發掘一些新的能源 就是再生能源 包括剛剛所長所提到的 比如說氨或是氫 這類的一個整個樣的一個再生能源 或是太陽能這類的一個 新的能源的一個產出 都會是就是在未來 在佈局整個路徑的一個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謝謝 下一位謝謝 好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對中油來講就是我們在轉型裡面 大概做了哪一些事情 然後也做了哪一些的一個規劃 那好 下一位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當然對中油來講 董事長常講 就是說對我們來說 就是未來如果不賣油 那我們要怎麼辦 比如說我們的加油站要怎麼辦 所以就是說在禁營的過程裡面 其實石化業其實也都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對我們公司來講更是 也就是說未來我們的整個油品市場 會很就是會逐漸的一個萎縮 那當然對於目前來講 在整個執行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還是有舊的燃油車會要用油 然後你又要新的一個技術 然後必須要開發一直擴建 然後進入 所以這中間怎麼樣去同時可以掌握雙軌 我覺得這個也會是 對我們公司來講是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蠻大的一個挑戰 那當然我們也是一直持續在 往這個地方來努力 那當然另外的話就是說 後續其實為了一個禁營的一個目標 其實私人車可能會慢慢變成一個大眾的車輛 然後整個燃料的一個轉型 這個對中油來講都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當然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那中油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就是說對公司來講 我們大概董事長會講就是說有六字真言 大概已經變成我們公司要面臨靜營轉型的一個DNA 就是說大家都要能夠很熟悉的這樣子來念 也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優油減碳跟節能 其實你如果從 就是說當然我們是把所做的一些事情 很簡單的縮減在這個六字裡面 那如果回就是對照一下前面所提到的油氣公司 就國外的大公司他們所做的 其實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事情 只是說我們後面會再針對這幾個方案 然後再跟大家稍微做報告一下 就是說中油在這裡會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為 跟後續的一個規劃 下一頁 謝謝 好首先來看一下就是在優油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這裡有提到就是說我們說優油 就是怎麼樣先把我們自己的 譬如說既有的一個產品 然後怎麼樣去提升它的一個價值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它的價值如果可以提高的話 它單位的就是說它所排放的CO2 其實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少 所以它這個主要的概念會是在這個地方 那對於中油公司來講 就是說現在當然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如果我們用中油公司 所產生的一個化學原料 這裡當作一個基礎向來看的話 其實它會有幾個可以走的一個路徑 第一個當然是淨尿的部分 也就是說原來可能我們是 比如說可能是以氫鏈來講 也許是NOPSA 但是未來有可能會剛講到的 比如說塑膠熱裂之後 是不是可以進到這樣的一個系統 或是生殖的燃料 是不是可以進到這個系統 甚至就是說我們CO2捕捉下來之後 我可以透過一些觸媒的一個轉化 然後到最後變成我的乙烯這樣的一個原料 然後變成一些比較綠色的一個產品出來 所以就是說怎麼樣透過一個多元淨料的改善 或是改變 然後讓整個的製程變得更環保 然後更趨於整個淨領的一個境界 那當然另外的話 就是說剛才也有提到 就是說整個產品的高質化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原來可能是賣燃料 我們開個玩笑說以前可能是賣油廊這樣子 但是我們後續我們可能會是賣一些電子產品 或是電子產品的一個材料這樣子 就是說讓整個的價值可以提升 我想這也是公司目前在努力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怎麼樣會透過一些科技的一個應用 可以讓整個的操作更加的節能 我覺得這個也是公司目前在努力的一個項目 謝謝 下一位 好 那另外的一個就是剛才也提到 就是說未來加油站如果不賣油 那我們要賣什麼 當然會有不一樣的一個想法跟一個路徑 那所以就是說以公司來講 我們目前會 就是現在其實已經有在陸續在做一些轉換 那也在建置不同很多的一個 一個智慧綠能站的一個建置 也就是說變成以後如果不賣油 我們可能會就是會有供電 或者是就是說一個充電這樣的一個設施 那或者是說整個的能源的一個提供 那當然也提到就是說其實政府對中油公司來講 有賦予一個這樣的一個任務 希望中油公司未來可以提供輕能 所以就是以公司來講就是我們除了現在在建置這些 就是家電站 充電站 這一類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 加油站的一個轉型之外 我們在明年的年底也會推出 就是加輕站 那當然輕能車其實 目前整個實際的一個應用還有一段路 但是必須要先做準備 所以我們事實上有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另外因為這個是在台南嘛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前鋒加油站 事實上它透過譬如說太陽能 或者是一些繁衣電流 或是鈦酸鋁這樣的一個儲能的一個設施 那其實它現在就是說它算是全國第一座 申請碳中和的一個加油站 那歡迎大家其實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說它事實上整合各種的一個智慧的能源 然後在這個加油站裡面 那也就是說其實這應該是一個先行的一個設施 我們希望未來終於會慢慢的做一些這方面的一個轉型 下一頁 好那另外就是剛談到的就是說 產品的一個轉換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報告的是有關於減碳的一個議題 那當然減碳的話我想對最基本的就是說 因為怎麼樣透過智能的一個 製成的一個節能 事實上是目前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那對於中油公司來講 當然就是說我們到2020年的時候 我們是整個減碳大概也達到了38.6% 然後跟2005年這樣子來比 那公司也設定一個這樣的一個目標 就是到2030年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49.5% 這樣一個減碳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就是說在製成 就是說整個的一個減碳 事實上是會不一樣的措施整合在一起 那對於就是說煉油廠裡面 或是我們的石化廠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做這些節能的一個措施 事實上我們也設定了內部 37項的一個改善 包括像燃燒塔整個廢氣的回收 或者換熱氣的一個性能 或是整個製成的操作的一個優化 我們大概有37項這樣 那也投入了大概50億這樣的一個經費 想要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在製成的一個節能的這個部分 我們事實上一直這樣子在努力 下一項 謝謝 然後另外在減碳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剛提到的是說 從源頭我自己本身的製成裡面 事實上就來做一些減碳的一個措施 那接下來就是說有一些你真的沒辦法減 可是你還是會抬出來 那怎麼辦 我就把它抓下來 那我可以透過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譬如包括再利用的一個方法 或者是用封存的方法來讓它 就是說二氧化碳不會排放到我的大 排放到這個自然界裡面 然後達到一個減碳的一個效果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說會有兩個這樣的一個措施 剛剛提到一個再利用 那就是像在這個地方的話 陳老師這裡會有把二氧化碳轉成夾腕 那我們自己本身就是說後續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一直在跟陳老師來做情業 那也在專研這樣的一個技術的發展的一個狀況 不過就是說為了區隔一下 原來是想說國內事實上有不同的在利用的一個單位 那是不是彼此之間可以來整合 就是我們可以來做整個的一個利用 下一頁 時間的關係所以要稍微快一點 那另外的話就是有關於 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中油市上也有在進口一些 就是比較碳中和的一個產品來提供給國內 那這樣可以減少碳的一個盤道 好的 那另外在後面的節能的部分 我想大概就包括一個太陽光電的一個設置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會跟台電 或是跟台塑這裡都類似 我們就直接跳過 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就是中油來講用碳產事業部 所以事實上怎麼樣去開發這個地熱 這個對中油來講也會是一個還蠻獨特的一個技術 所以事實上一直也在往這個地方走 謝謝 好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氫能的部分 就是說中油事實上是有這樣的一個任務 所以怎麼樣從譬如說剛開始的一個灰清 也就是說我透過二氧化碳的 就是我先採清之後透過二氧化碳的捕捉跟再利用 然後讓它變成所謂的藍清 然後後面的一個濾清 後續是不是可以也有一些進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議題 事實上我們在公司有待規劃 然後希望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最後來直接跳 對 大概我們 不好意思在前面兩頁 對 好 那我這裡因為時間關係我就直接再談一下 就是說在整個人才的培育跟產學合作上面 就是除了會跟一般地方的一個單位 然後有一些學校之間的一個合作之外 我另外想要特別提一下 就是說我們也跟大學院校 就是說有一些計畫在執行 那從這個計畫的執行裡面 其實可以培育很多就是相關技術的一個 不論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班的學生 那我們也是希望後續可以來中油裡面 就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最後來做一個結論 這樣時間關係 最後一張 對 那最後的話我想做一個 因為就做一個結語了 我想就是要達到記名 我想不會是只有單一一個技術可以達成 所以怎麼樣透過各種不同技術的一個整合 然後大家一個共同努力 然後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另外中油也在就是在產學合作上面 或是跟地方的一些國高中之間 都有一些人才培訓的一個作業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在這條路上 跟著大家一起往前走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王晉卓 謝謝大家 我們分享